虽然因为疫情导致今年的中华希望之总泰杯无法举办 不过在中华希望宇宙协会理事长廖学和 以及总泰地产的积极合作下 决定在11月27号举办台湾宇宙领先论坛 除了持续推动宇宙发展之外 此次论坛主轴更聚焦在世界宇宙发展趋势 以及创新运动赛会经营两大主题 更邀请到六位专业讲者将国外经验带回台湾共同交流 那我们公司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动的公司 所以其实像总泰公司内部其实也都会举办 像总泰运动会也是每年都会举办一次 那也是透过说跟各个不同的总泰社区 那住户之间的连结大家一起来运动 那包含像每年到年底大家都会很期待的总泰杯也是一样 只是说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如期的举办比赛 所以改以论坛的方式来举行 其实就是希望说能够透过这些大大小小的运动的比赛 或者是活动的举办跟赞助 让全民其实就是说全民的健康议题呢 都能够更加的重视 那也希望能够说刚好总泰明年也会即将迈入第三十周年 能够朝着我们永续城市健康建筑的品牌目标更迈进一步 而现场更邀请到台中市府单位 分享运动推广的策略之余 也提供宝贵经验 期望能从中学习将渔球永续发展 以及经营的方针 同时透过线上直播 让喜爱渔球的粉丝能一同共享盛举 带起另一波全民渔球热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